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可能是量化的成绩啦 是不是需要不断的来进行沟通 没有错 比方说在云门教室 我们的教室跟一般教室不太一样的 他会有设的一个看课窗 也就是说你可以从外面 就直接看到孩子在里面上课的状况 其实我们非常强调说 不只是孩子学习 其实这个家长父母 其实是应该要一起参与 没错 对家长来讲他也是需要参与 所以其实家长在整个过程里面 他们是一直参与的 我们甚至会替家长说课 告诉他们说 你看孩子像身体的状态 其实他是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当他有不同的思考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种冲突 他不知道如何表达 所以家长们 他也透过一路的参与 一路的观察 所以他很快的 他可以来理解说 这样子的身体课程 他一定有他的用意在 所以我们开始告诉他们说 我们将不会训练他什么劈腿 可能不会训练他下腰 他们一开始不太能理解 可是当他们参与之后 他们就可以了解说 为什么是这样子来做 是 那在第一线的春期 也需要常常的跟家长沟通 对 我们其实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在做亲事沟通 那因为其实就是像 刚刚陈杰老师说的 其实大环境的影响 就是家长会真的是 有比较多的是非对错的观念 然后 但我觉得现在会把孩子 送来云门教室的家长 其实他的思想会 跟一般的家长比较不一样 他其实希望自己的孩子 是最特别的 独一无二的 能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 可是因为大环境的学习氛围 然后大环境的整个学习的速度 所以其实很多孩子 来我们教室的时候 是会一直模仿别人的 他会需要花一段时间 他才能知道说 哦原来我自己原生出来的 创意跟想法是很棒的 我不需要去模仿别人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 家长自己就会有很多的冲突 他们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的孩子一直在学别人 他为什么不能做出他自己的东西 然后一直拿自己的孩子 跟别人来做比较 哇是 做比较 就是有的孩子天生就是很放得开 然后很自然而然 就可以融入团体的游戏 可是有一些孩子 他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 在旁边观察或是观望 那这时候真的家长也要有 耐心不能急 等待 这东西需要等待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在劝说家长 就是真的要放下 然后配合孩子自己的学习速度 然后学习时间 然后让他自己用他自己的方式 慢慢的加入团体 那这个时候也是需要 老师鼓励孩子 也是鼓励家长 对 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孩子 一方面要安抚家长 就是让他们不要担心 因为其实家长也会很着急 好 这个身体的律动真的不是 不是两堂课三堂课 就可以看到很立即的 所谓的成果 对 因为其实 真的好的东西是需要时间累积 你要等花开 你要等春天嘛 等花开的季节嘛 是不是 因为每一个孩子真的有自己的特质 然后每一个孩子有自己学习的方式 所以我们都会一直的告诉家长 我们要配合跟尊重孩子自己学习的方法 然后让他用自己喜欢的速度 然后加入整个团体 这是很重要的 纯切老师 来到云门教室大概多久了 我是民国93年的时候进来的 哇 十几年了耶 但我中间有离开教室 然后去念书 是 在教学上面 春天老师觉得最困难或者是最需要累积经验的 是哪个部分 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 我觉得观察孩子 如何观察孩子 然后如何从孩子的特质里面找到他最适合的方式 这个是最需要经验的 比如说刚加入教室 也是很有趣的 因为一边在教导孩子观察力 要训练观察力 但是你同时也在训练自己的观察力 观察孩子 因为有的孩子一进来 他真的就会想要先坐在旁边看一下大家 但是这时候你要很快的从他的行为举止 跟他的神情去判别 什么是他最适合的方式 是立即的去鼓励他 还是真的先放他让他在旁边坐一段时间 这个真的需要一点经验的累积 你才能很快的去判定 那你有什么判定的指标吗 还是 我会在过程之中不断的下引导日 试探吧 对试探他 就是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吗 你愿意来跟老师手牵手吗 或是派出其他的小朋友 对去邀请他 然后从这些过程里面去找出最适合他的方法 那像之前我有一个孩子就是一进来 然后他就都会一直缩在钢琴旁边 他是完全都不动的 那我中间试了无数种方法 就是邀请他 请他当我的小帮手 或者是请好朋友去拉他的手 他都拒绝 他门关得这么急 对 然后有一次呢 我们坐在圈圈 大家坐在圈圈 本来要准备唱歌 我就想说 那我们换个位置 我们坐到他旁边唱歌好了 所以我们就全班一起坐到他旁边 然后开始一起唱歌 从那一刻他就融化了 然后之后他都愿意加入我们所有的游戏 因为他在那一刻发现 其实他旁边的好朋友在做的那件事情 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难 然后大家坐在一起 他是因为觉得好像他达不到 对 做的是太难了 对 所以他 自我要求太高 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放心的去参与 对 然后那个团队 大家坐在一起给他力量的那个勇气 然后让他可以融化他自己 这个改变是真的是需要时间累积的 是 很难得的改变 那我想在整套课程的设计上 应该是有他的主轴 也是需要不断的从现场来回馈 反应 然后进行修正 其实整个生活律动 他其实一直在鼓励每一个自我 这个自我表达自我 我想我们过去包括我或者我们在座 因为我们过去受的只是一个比较群体教育 甚至我们整个文化都是这样子 对 我们常常回顾我们所受到的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影响 其实我们不太重视自我的身体感受 也不太去强调自我的表达 这个群体的文化的束缚比较大 那特别在这样的生活律动课程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年纪 我们都很鼓励孩子 作为你自己我这个主体 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认知的是什么 然后你表达他 呈现他 把你自己呈现出来 最后你去创造一个更不一样的自己 所以等于说在这个鼓励自我的成长 自我的表达 自我的创造 它变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的诅咒 那其实这个思考过程也可以回应到 家长本身是如何对待小孩的 是 为什么家长一定要来参与 对 比如说在平常跟小孩子进行沟通 如果孩子说出了一个意见 你觉得好像有点怪怪 或你觉得不满意 你这个时候会如何跟孩子进行沟通 你是会立刻的说 你这样做不好 还是你会再去进一步的引导孩子说出 他为什么会如此思考 他是不是有更多的理由 或者是他看到了什么现象等等 我觉得这个也是父母亲 在跟子女进行沟通的时候 可以从课堂当中学习到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叫他生活律动 是将来的 是 我想经过了这十多年 累积 未来云文教室在不卡律动剧场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计划 除了说在教室里面 我们历史的这些教学 然后我们把它延伸到剧场里面 其实云文教室还做非常多的 跟社会大众接触的事情 比方说 你参与阳光基金会吗 比方说为巴黎这些城堡的 这些年轻人 透过肢体的引导 肢体的开发 带他们走出来 比方说我们从921开始 921大地震开始 其实我们就有一个蓝天计划 到灾区里面去教孩子们跳舞 透过舞蹈把那些压抑 把那些恐惧释放掉 那其实我们陆陆续续 都有这样子的计划 一直在发生 一直在进行 也就是说希望这些东西 它不只是停留在这个课室里面 其实很多偏向的孩子 他可能没有机会 也没有经济上的能力 可以来参与 所以我们尽量把这些计划 拓展突出 春琪老师也有参与这样的计划 对也有参与类似的 很有趣 像我们之前有去参与一些 企业班的活动 就是带领成人 然后去体验身体的游戏 那其实我们在整个 活动的过程里面 就会发现 成人真的很难打开身体 对 然后很难跟 真的很难 我可以当做一个例子 但是其实一旦他们愿意 打开身体 打开心 然后投入游戏 以后他会发现 跟自己的身体在一起 真的是一件很放松 然后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其实每次 在做这种活动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就是改造前改造后 对 是的 没错 那你看到成人的改变 这样的改变 是不是可以延续下去 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你们在他们的身上 布了一颗种子 但是这颗种子 未来是不是可以开出花朵 还需要后面的一些累积 像我平常就会觉得自己 真的是很缺乏动 一旦动起来 比如说我之前去参加一些 跟肢体相关一些课程 在一开始上课之前 我都会觉得很害怕 因为我对动肢体这件事情 本身会有点抗拒 但是毕竟缴了费嘛 那就去上了 上完之后 我会觉得说 身体的每个细胞 其实都是快乐的 是 对 他在跟我说 他们非常的享受 享受这个动的感觉 而且这个动的感觉 是我们平常在看电脑荧幕 或撸手机所缺乏的 节目最后 我们想请纯琪老师 带着听众朋友好了 带着听众朋友 一起来做一个 可以在生活当中 简单实践的 身体的小律动 小练习好不好 不管是成人 或者是孩子 都可以一起来做的 身体律动 那当然 比如说像现在 大家开成 没有办法动 可以在脑筋里面记下来 回到家之后 晚上睡前 自己动 或者是跟着孩子 一起来动一下身体 我们请春琪老师来带你 我今天要带的这个小游戏 其实是 布卡律动剧场里面的 小桥段 然后它是要用 身体做出海浪 所以现在要 身体做出海浪 对 用它的身体 跟它的手 做出海浪 所以现在要请 所有的听众朋友 如果可以的话 一起把你的手打开 那我们就要从 安静的小海浪开始 从小海浪开始 对 所以手可以做出 你想要做的 任何柔软的小波浪 我也开始在做了 你的身体也要记得 要有很多柔软的波浪 你可以有左右的波浪 身体躯干的部分 也要开始有了 对 前后的波浪 左右的波浪 你可以依照你身体 想要的方式 做出很多柔软的波浪 然后记得头也要跟着 轻轻的摆动 配合你的呼吸 想象你现在漂浮在海面上 随着海的波浪摇动 然后我们要开始 慢慢加大海浪了 所以你的手要开始 越来越大力 有一点用力 然后你的手要可以 去到更高的地方 或是去到更低的地方 然后手的波浪 要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身体的波浪 也要越来越大哦 最后我们要来挑战一个 超级热闹的大海浪 如果听众朋友 可以的话 对 要站起来 全身要做出 前后左右摇晃的 超级大波浪 然后你的膝盖 你的身体 你的脖子 你的脊椎 通通都要有 很多很多的海浪 在摇动着你 最后深呼吸一口气 我们再慢慢回到小波浪 然后我们一起 把双手举高 吐一口气 慢慢把双手放下来 想象自己漂浮在海面上 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哇 谢谢春琴老师 带给大家的这个 生活小律动哦 来来模拟海浪 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 感受动身体的乐趣 也发展我们的想象力 今天谢谢续辉创意长 也谢谢春琴老师 接受我们专访 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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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